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天罗美食这个频道 我是杜师傅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白莲蓉拿酥月饼 这个拿酥皮之前我们有视频介绍过 我们拆好这个拿酥皮之后 用器皿装好它 放入冰箱之后 我们可以包不同馅料的月饼 可以包莲蓉 豆沙 奶黄 五人 夜融 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馅料 现在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白莲蓉 这个咸蛋网之前我们有视频介绍过 将咸蛋网用酒淹了它之后 喝它大约5分钟时间左右 大家可以关注视频上方的推荐 白莲蓉馅每粒35克 包四分之一的咸蛋网 咸蛋网之后 拿拿酥皮出来出体 这个拿酥皮大家要拆到软硬色中 拿酥皮 拿酥皮每粒15克 这个迷你月饼帽的重量是50克 出体之后 灑上少许的粉背 把皮开到大约8公分左右 这个皮只能包到这个馅料就可以了 宝贴 盗孔肺 能收底 就不要筋多大的皮 盗孔肺 尝度 磨度 盗孔肺 搓到高伸 做好後進行打餅 由於這個月餅模稍微鬆動 所以我們盡可能把它壓至清晰 在這個月餅將近做好時 提前20分鐘左右 將焗爐開至華氏380度 做好月餅 我們掃上蛋黃為主 混合少量冷水 將稍微稀釋 用手薄薄掃兩次三次 讓顏色更加均勻 掃好蛋液 迅速入爐 爐溫是380度 華氏度 縫在中上隔 看十分鐘時間左右 將它拉出爐 再掃多兩至三次蛋液 讓顏色更加亮麗 掃好蛋液後 繼續再焗5分鐘時間左右 焗至底面金黃色 現在這個拿酥月餅就焗好了 涼了之後 我們便掃上稀稀的糖水 這個糖水可用麥芽糖 麥糖 白糖水 均可 掃少它的糖水 增加它的光澤 糖膠和麥芽糖 都應該是兌滾水 兌乾 兌乾之後 稍微薄薄掃兩次 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這個白蓮蓉 酥月餅 做好成品 它皮薄眼靚 酥鬆香脆 牛油味濃郁 現在切一個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截面 大家看到這個拿酥月餅 它賣相漂亮 皮薄善靚 喜歡的朋友 可在家裏做些品嘗 如喜歡視頻 請你訂閱 分享 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